恐怖旅社网路疯传 泰国男子倾诉15年前撞鬼经历 一张旧旅社的照片 最近在泰国社群媒体上掀起了波澜 乍看之下 照片只是乌鱼一角的景象 但若仔细看 再把亮度调高一点 似乎能看到一个女子 正盯着相机的方向看哦 一名年轻人 曾在那家旅社住过两个月 现在她现身说法 分享她在那边的撞鬼经验 脸书用户Utichai 在个人页面上 分享了自己15年前 住在一位老太太 所经营的旅社中的遭遇 Utichai的房间隔壁 有位女房客天天上夜班 而她从来不愿透露任何 关于Utichai所住房间 前任房客的任何资讯 Utichai所住的房间 一个月租金只要约 新台币503元 墙壁重新粉刷过 窗铺也又新又干净 房间位于整栋楼中 最高的死楼 有很好的视野 但是Utichai只觉得 房里有一股怪味道 不过她也并没有 因此太在意 她刚住进这房间的第一晚 就梦到一名长发女子 站在门口直盯着她 从那一晚之后 Utichai每晚半夜都会醒来 大约凌晨一点 长廊总传来脚步声 虽然她明明知道 隔壁房客应该 还在外面工作 有几个晚上 Utichai甚至听到 急剧的敲门声 好像有人迫不及待地 想进门 Utichai从来不敢开门查看 究竟到底是谁在敲门 因为她明知道 没有任何亲友 知道她住在这边 有一天 Utichai当时的女朋友 跟她约了下午四点 要来她家 等待女朋友的时候 Utichai打了个盹 不久 Utichai听到敲门声 以为是女朋友来了 就在顺眼心中间 打开了门 当时视线依然朦胧的她 一打开门 就看到一个女子 悠悠地走了进来 然后就直接进入厕所 消失了 此时Utichai才猛然 清醒过来 自此之后 Utichai就只能每天 诚心求神拜佛 希望不要再遇上鬼怪了 奇妙的是 那晚之后 鬼影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连奇怪的声响 也都消失了 后来隔壁房客 终于告诉Utichai 到底那间房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以前有一对情侣住在里面 他们常常吵架 甚至起过肢体冲突 直到有一天 接连两三天 都没有听到女方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房中渐渐传来一股臭味 旅社的清洁人员 终于破门而入 结果竟然发现 女子发臭的遗体 悬吊在风扇下 女子的血 溅满了整个房间的墙壁 和床铺 难怪Utichai 刚搬进来时 墙壁和床 都已经全部换形 幸好Utichai的求神拜佛 可能奏效了 自从那一次的 当面遭遇后 鬼魂就再也没有出现过